今天我想和大家講的題目 大家平時看到我們在這裡做訓練 或者街上有機會見到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是我們自己的印刷 我們做了一個版本 然後給工廠印刷 而今天我想說的就是 這個65 Strong 究竟是什麼原因 其實我們在三年多前 就開始有這個65 Strong的Hashtag 其實那時候沒有特別原因 但有一次我去老人院去探望我媽媽 我媽媽那時候已經是101歲 還是102歲 然後她走路完全沒有問題 基本上是不需要用拐杖去走路 但為什麼住老人院呢? 因為我們怕沒有人照顧她 即是她自己住的時候 怕有什麼危險 所以在老人院這樣 我就想 為什麼我媽媽一百零幾歲 還可以這麼健康 還可以在這裡走路 中氣實足 記憶力也很好 原因是因為她每天都去神運 有去做運動 甚至乎她是會做一些其他老人家 不會做的運動 可能會有少少的阻力訓練 可能會有一些氣功 其實無論做什麼都好 其實只要動動你的身體去做運動 無論你去散步也好 你去跑步也好 或者你去公園玩那些機器也好 都會令到你的身體 比你沒有做的就更健康 但是為什麼要用65勢呢 65歲 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的法定退休年齡 是65歲 先撇除了 不要說最近政府說什麼 65歲才可以拿退休 或者拿老人津貼 在那時候我做這件事 我就發覺 很多人來做健身 什麼層次的人最多 就是30歲至40歲 開始賺到金錢 但是有一件事情發生過 就是身體開始衰退 不少的人來到這裡 都會說 不是來到說 Jacky我想健康 我想去做什麼 我想身體健康 因為很多人都是因為工作 一路工作一路工作 追什麼呢 追樓 追車 追不同所需要的用品 可能你每天都要用的必需品 為了家庭 為了自己 而去生活的時候 很多人都是忽略了健康 其實你每天 抽一個小時出來 或者你一個星期 你抽到兩至三天 一個小時的時間 即是你不一定要來做健身 你做其他所有運動都好 只要你的身體有動 都肯定比你沒有做 是更健康的 那麼他們來到 就是第一 他們不想去飯 不想去做research 去想學 我教你 做完就走 這些客人 是會比較容易去教 因為他們不想聽你說 任何理論 不想說什麼 我只想做了身體健康 當然我們就會安排 最適合的計劃給他們 一個星期 你做兩三次 這個時候你不可以說 Jacky不是啦 她一個星期 起碼做多少次才對 有一件事你需要明白的 就是 在一個人 即我們作為一個人 不可以經常用自己的角度去想這件事 因為 當你做任何的角度 任何的事情 你要在別人的角度想一想 究竟她 是不是有這樣的時間 或者她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或者她是不是真的做得到這件事 在一個很繁忙的香港人裏面 抽到一個小時至兩個小時 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是十級難的 如果你說 例如在床上 你留下之前 撿一個小時Facebook 撿一個小時Instagram 撿一個小時YouTube 我覺得是完全沒有難度的 什麼聲音就過了 12點都撿到1點2點 但是 你一些做運動會比較辛苦 但是 你真的需要做的 不是那麼容易 去推動自己的身體去做這件事 所以 他們來到這裡 我覺得是 真的已經要給他們掌聲 有一個十錢 去真的說 我想健康 我想為了我未來 為了將來的身體 而進行一些努力 但是 如果她沒有做 或者是做得少 行不行呢 如果你當她的角度去看 其實做一次 一個例子做一次 可能 對她的身體來說 都已經好了很多 相比起沒有做 還有 在她的時間方面 她真的可能撿到一個小時 不是每個人願意的 也不是每個人願意的 但至少她肯踏進來這個健身室 肯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這一個 65狀 就是一個Hashtag 所以大家會看到 在Instagram 尤其是香港人 為了生活 為了喊樓 已經很辛苦 所以 不要說她做健身做什麼都好 她65歲 我們都仍然 她是strong 這個就是65 這個就是65 五字尺 S 所以我直接 skip了 S 就是65 T-R-O-N-G 所以你看到 我在Instagram 都要Hashtag 我亦都覺得 一件事就是 黑人來到 不是每個人想 增肌 不是想大正 不是想有腹肌 而是想身體健康 我覺得這件事 是 比起外型 是更加重要 內在的一件事就是 你的人 有自信 你走出去 人是用光換法的 怎樣都好 你走出去 是要有腿 又沒有精神 然後下去 又好像 想做一點點事 都覺得很累 或者是 小小的東西 你都搬不起 或者是用錯姿勢 然後就會受傷 然後有時候 叫你搬一下重東西 然後你就會 跟人說 小心啊 不要啊 有時候 你自己平時 不要做什麼健力 什麼都好 你下去 拿一塊20公斤的餅 放在一條巴 你會不會 見到一個人 在健身室裡 一拿20公斤 看這條腰 不會的嘛 因為你自己 知道別人 已經本身有這樣的力量 去舉起20公斤 去放在一條巴 但是 你在街上 正常來說 一個香港人 做健身的人 很少 5-10%的香港人 都不知道有沒有 那麼 你下去 其他九成的香港人 撇除了沒有做運動 大概 五成左右 五成六成 當你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其實很多人 都是沒有做運動 這個習慣 只是有想去做 但是沒有真實去做 而最後他們會怎樣 第一 當然是不會強壯 因為你沒有做運動的習慣 你根本就不知道 氣何氣喘的感覺是怎樣 除非追巴士 追巴士 之後就會跟別人說 嘩我追兩步都喘氣了 但如果有健身的人 回來做 即是巴士我今早都追到 我什麼事都沒有 所以這就是兩個 心態上的分別 和這個人的不同狀態 希望我們的香港人 尤其是香港人 真的香港人 因為65歲 熬到65歲都還在做 都還在供樓的人大把 但是30-40歲 50歲 甚至乎年輕人都已經 正在努力工作 而忘卻了自己的身體健康 亦都有很多 所以希望藉著這個 Hashtag 告訴別人 其實你是需要做運動 不只是做健身 不是做健力 做什麼舉重 或者做什麼特定的事情 你可以跑步 打羽毛球 打網球 打乒乓球 總之是動到你的身體 令到你的心跳率可以提升 令到你的血液更加運行 有動到你身體的肌肉 這樣就已經最好了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題目 和這個 Hashtag65strong 因為我們之前 有免費派過這些T恤 在年宵 或者是來過這裏的人 我們都會免費派這些T恤 所以你在街上 看到是不奇怪的 我記得之前有個客人 在飛機上問 為何有人穿著你的衣服 我是剛剛你們兩個的情侶裝 這樣 這就是我今天想說的題目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 下次再見 拜拜